用双脚跑出健康 就是爱跑步 好 今天我们依旧是连线到运动笔记的编辑蔡伟中 伟中在我们电话线上 伟中你好 哈喽 今天好 大家好 跑步的人或许你在马场上面 偶尔就会看到这样的跑者就是赤足大仙 然后这个光着脚丫子跑步 而且这个一跑要跑这个42公里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 为什么会有赤足跑的风气呢 对 像刚刚那个我们就算在跑步开头的时候 说跑出健康 为什么赤足跑会这么风轻 其实这种赤足跑的拥护者就会觉得说 赤足跑它其实是对人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 像我们刚才跑步的时候 也是常常会碰到这种赤足跑的人 刚开始跑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会不穿鞋 刚开始会纳闷说 他是没有钱买鞋吗 还是怎么样 后来就是自己上网去研究了一下 原来这个赤足跑里面大有学问 我知道这个赤足跑像跟一本书是很有关系的嘛 就是天生爱跑步 对 就是因为这本书推出之后 在台湾先起一天旋风 所以这个赤足跑的这个热度就越来越高 是 像我去东京跑马拉松的时候 我也看到有很多人其实是赤足跑步的 那我就想说 哇 可是我们用赤足跑我们的脚 其实是不舒服的啊 为什么他们还会倡导说 要赤足跑其实是比较好的 因为其实刚开始人一出生 他就是不穿鞋的嘛 对 然后像我们的老祖宗 他也是不穿鞋的嘛 所以像我们现在的人都习惯 他是穿着鞋子在走路啊 在跑步 所以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虽然这些没有鞋子会觉得很不适应 但其实如果这个东西 就是循序渐进的去做的话 其实对你的激励各方面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这让我想到了 当时候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穿鞋穿久了 跑步的姿势 跟原本你天生没穿鞋的时候 跑步姿势是不一样的 对 特别是脚掌落地的区块是不太一样 因为像我们现在的鞋子设计 可能就是有跟 然后它是有避震效果的 但是其实这个是跟我们 原本最初的跑步 跟走路的姿势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像我们跑步 因为有鞋子 就会习惯用脚跟着地 其实这样的方式 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它是对关节是有一定的伤害 然后如果我们用刺足跑的话 它就会强迫自己 因为如果没有鞋子的话 你不可能用脚跟落地 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个会非常的痛 所以如果不穿鞋的话 你的跑步的姿势 就会自然而然调整成 最自然 然后是最反腐归针的一种姿势 然后它其实对 我们的关节的伤害是最低的 所以我们没有穿鞋跑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脚底板 前脚掌会先着地嘛 对 那它的倡导的方式就是说 你用前脚掌着地的话 是比较不容易受伤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刚开始 可能会不适应 所以我们在小腿的部分 还有我们小腿进前肌 就是小腿的前面的肌肉 现在初学者的时候会有 肌肉酸痛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然后甚至是我们的脚掌的骨头 可能刚开始不适应的话 你有跑太长的距离 很有可能是会酸痛或受伤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话建议 可以先用走的开始 然后就是先让脚 适应这个刺足的感觉 然后甚至在家里的时候 可以用脚啊 就是练习夹毛巾 也是这样的动作 就是训练你脚的一个柔软性 跟肌力的部分 刚刚那个伟中说 用脚夹毛巾怎么夹 对 有点像那个 以前小时候看到那个口竹画脚 它就是用脚去训练你脚部的 一个肌肉的控制能力 因为我们平常 可能因为穿鞋 我们的脚趾头啊 其实它都是合在一起的嘛 是 并不会训练到这块的肌肉 如果我们就是有准备一些毛巾 然后用脚去把这个毛巾夹起来 其实它训练到的一些肌肉 就是我们平常比较用不到的 然后对于赤足跑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你是说 用我们的脚趾头去夹那个毛巾吗 对对对 这样子会训练到我们脚底板 还有这个脚的一个 其他我们比较不常运用到的一些肌肉 对 这样对于赤足跑的话 就不会那么直接 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训练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好了 其实我大概整理一下 伟中讲的 就是说我们其实一般肌肉 比较发达的地方 都是因为我们穿鞋子的时候 所运用到的一些肌群 但如果你不穿鞋的情况 要去跑步的话 那运用的肌群可能就不太一样 因为你姿势有点不一样 那训练到的肌群就不太一样 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些酸痛啊 或是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都是因为我们那个肌群 是比较缺乏运动训练的地方 对 所以不管做什么运动 都是循序渐进 不能一次做出的改变的话 那可能就很容易造成收藏 但是很多人就会想说 那我不穿鞋跑 可是路面上有很多什么石头啊 或是有一些尖锐的东西 这脚地板不是很容易受伤吗 对 所以我们在自主跑的时候 一定要顺选场地 然后像刚开始的话 可以比较建议在 比如说像氢化的溜冰场啊 或者是这些水泥地 尽量不要在晚上的时候 在视线不好的时候跑 因为晚上比如说你跑在外面 在马路上或是河滨公园 不知道会踩到什么 比如说踩到狗大边就算了 如果是踩到玻璃啊 或是钉子 那可能就会蛮严重的 对 所以变成场地就很重要了 那场地要住一些什么呢 刚开始的话 我们其实在家里 就可以开始慢慢练习 就是不要穿鞋子 在家里做一些走路 跟慢跑的动作 然后像第二个的话 其实现在各大品牌 其实也有出很多 所谓的赤足鞋 还有出这种五指鞋啊 虽然它是有鞋子 可是它是模拟 我们赤足承受的一个力道 它对你的足腹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对 所以变成双这个类似 有点反赤足的这种鞋子 对对对 它其实也可以是一个过渡期 是不是 对 它让你可以模拟赤足的感觉 但是它又有一个基本的保护 在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试着穿这样的鞋子 然后我们再做完整的赤足 会比较安全一点 是 一般我们从你开始不穿鞋 然后一直到你真的习惯了 不穿鞋跑步 这个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慢慢去适应 一般跑友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呢 这个应人而已 但是像我们有些跑友的 他的那个经验 大概是适应期最少要三个月 而且刚开始最好 不要一开始就跑超过五分钟 时间还是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 一开始如果就跑太长的话 真的是会运动伤害 毕竟跑步的姿势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嘛 跑步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 好 然后你选的这个场地的部分呢 也特别的重要 那我知道好像有一群跑友 他们自己有一个类似好像是一个社群 还是什么在网站上面 其实你也可以搜寻得到这样的社群 对不对 对 网站上有非常多拥护这个赤足跑的 算是粉丝啦 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个方面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运动笔记来搜寻一下 我们的文章 它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好 那有关赤足跑的部分 伪中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像刚开始的话 我们跑步除了里程数跟时间不要拉太长 然后要注意的是 刚开始赤足跑一定会有灼热感 就是因为你平常是穿鞋子嘛 然后你现在没有穿鞋子 它跟地板上的摩擦很容易会造成 刚开始会造成汽水泡或者是一些伤口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这样的练习 代表说你的脚是有不适应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做出一些防护的处理 好 所以每天赤足跑回家的时候要赶快检查一下 保护你的脚底板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嘛 对 按摩啊 或者是清洁啊 这个部分 可是会不会越跑那个脚会变成长出厚厚的茧啊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可能一些爱美的女生啊 可能这个晚上就是可能要擦一些乳液啊之类的 不然的话真的脚皮会越来越厚 哦 还要那个磨脚皮的 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这样子 对 才会被跑跑又迷你这样 对 然后我最后再就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讲的是赤足嘛 对 所以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是没有所谓最佳的运动方式 但是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所以就是赤足跑不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还是大家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跑法 才是比较重要的 OK 对对对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运动笔记的编辑伟中 谢谢伟中 谢谢 拜拜 谢谢